明活隊形變化 男女舞者俐落有力 結合阿美族 悲男族豐收慶典 搭配嘹亮歌聲及配樂 臺東專科學校高職部 一舉拿下一百零五學年 全國學生舞蹈比賽 高中職甲族冠軍 民俗舞特優 校門口貼起紅綁祝賀 因為這份榮譽得來不易 舞蹈社同學在尼伯特風災後 差一點失去了練習場地 窗戶跟門還有牆壁都是受損的狀態 就是連地板也是沒有辦法跳的狀態 看到場地很糟業 會覺得心情不好 但是看到復健之後 我們就覺得很開心 就是固定的場地都在這裡 社團教室花了好幾個月才復原 如今回到熟悉的場地練舞 原住民舞蹈社同學格外珍惜 畢竟尼伯特颱風為學校帶來不小災情 當時全校受災最嚴重的電腦教室 天花板都掉了下來 教學電腦全都泡水 老師先把它放 放了一個多月以後 我們等它全部都乾了 老師自己來做維修 到後來整個維修完成 我們發現有90%的電腦都還是可用的 所以我們就節省了很多經費 讓學校傷腦筋的還有教學大樓 隔音牆連環島 迎風面玻璃全毀 課桌已被颱風吹出女兒牆 學校要以原狀重建 只好搬出早期的設計圖向外求援 很感謝慈濟功德會這邊 幫我們按照原來的 十幾年前的這些設計圖 重新再幫我們修復來製作 整個這些牆面 那現在做好的之後 它又再強化了 讓這個牆比原來設計的 又再更加堅固 除了慈濟 台東專科學校也獲得 台積電一千兩百萬重建經費 有了各界關心和協助 加快了校園復原腳步 台東專校學生 特地呈現這段重建錄 開成尼伯特風災紀錄片 感謝曾經升出元首的單位和民眾 其實尼伯特風災後 台東縣還有將近 三十所學校通報災損 損失金額高達2.6億元 由於縣府財政無法負擔 只好承報教育部專案補助 我們經過行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會的核定 災損核定率是超過98% 由於正好是暑假期間 想大規模動員清掃校園實在有難度 於是磁雞在台東高商 台東體中寶三國小等校園 用以公代正的方式招募人手 協助清理 台東市寶三國小 硬體設備損失500多萬 回顧一年前 尼伯特風災後 大海才曾到寶三國小 採訪受災情況 校長一臉愁雲慘物 災損真的是超乎異常的嚴重 數十年來也沒有見過 那數大概幾乎90%都倒掉了 另外我們的特教大樓活動中心 還有我們的幼兒園的遊戲場 都受損得非常的嚴重 當時受災的特教大樓 慈際接手進行修繕 原先他做的話 只是用梅莉仔幫 梅莉仔幫他看 蓋個這個缸 結果整個爛掉 吹掉 屋頂從腳材變成缸骨建材 接縫處的鐵釘 也改用螺絲提升了安全性 更加了兼顧耐用 如果再遇上像尼伯特這樣的風災 應該也是可以安然度過 工法上時間上又非常的快 這是我們所有500 學校裡面500多萬 十幾項的負債工程裡面 最快最快完成的 在7月下旬就已經完成了 教學區內的印度紫潭 超過60年歷史 被稱為寶桑鎮孝之寶 原本在風災中倒伏 奄奄一席 扶正後再度綻放枝芽 繼續陪伴世代學子 守護精彩人生 至於台東許多學校 如同這棵大樹般 經歷一番風雨後 正重新綻放旺盛的生命力 新疏忍 卻旺盛的生命力 脈旁 靠很多